五十多年前 一群从千米之外来到台湾的退役官兵 他们在荒山野岭里另辟战场 在日据时期就已经扬名国际的险恶侠谷里 一抚一凿 从绝壁上硬生生开出一条道路 如今时代改变 他们开的路不再是当年行貌 但逐鹿人的精神却永远受人感念 尤其在中恒公路沿线 逐鹿人还留下当年生活的痕迹 更难得的是有不少荣民子嗣 还生活在父亲曾经流血流汗的土地上 老逐鹿人已经凋零殆尽 但当年他们开辟的农场却焕然新生 以现代化的有机灾值 在海拔一千公尺的温寒地带 种植出健康可口的蔬果农作 我们随着逐鹿人的后代 在中恒公路旁的西宝农场生活了几天 看见前辈刻苦开辟耕耘的土地上 生长出丰盛的果实 而他们的子女就在这里落地生根 这是西宝逐鹿人家 在中恒路段逐鹿光环见尸的年代 他们还在山林里认真生活 感念着当年在绝壁上 一抚一凿的心情身影 中恒公路举世知名的景观道路 虽然每一段都有它的独特风情 却不是随时都能在游人面前展现 冬日下午 云雾从山谷里升上来 公路景观只剩一片苍廊 冷冷的道路 刷淡的风景 冬日的旅人顿时心生荒凉无一的感觉 这个时候如果能遇到一个亮着灯火的聚落 闻到食物的香气 甚至听得到孩童的笑闹声 那就是最理想的烙角处了 稀保农场到了 水宝农场到了 来到这边第一个感觉就是 感觉真的非常的宁静 非常的安静 那我们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边边有很多的菜园 那这边错落的一些防射 进来的感觉除了温度降低以外 就是可以听到很多小朋友的 欢乐的声音 那来到西宝农场天色 也慢慢暗下来了 所以最重要就是 找一个地方住宿休息一晚 虽然有人声 但非假日的山村还是有点冷清 我们这一车外地人漂泊惯了 有张床一碗热腾腾的汤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意外的是厨房里传来爽力的切菜声 锅里漂出热油快炒的气味 惹得队伍里有人忍不住下场较劲 哎 阮姐 辛苦了 不会不会 哇 这张大姐 做得好 辛苦了辛苦了 今天要打扰你了 我们先看这锅子上面是什么 这是高丽菜肝 高丽菜肝 对对张大姐他们带肝的 自己带肝的 大姐怎么称我啊 我姓张 张 叫秀姓姐就好了 什么姐 秀姓姐 秀姓 秀姓姐哦 秀姓的秀姓人的姓 秀姓姐 我们看一下秀姓姐的炉山真面目一下好不好 都一直背对着我们看一下 打个包 你好你好 哈哈哈哈 哇 秀姓姐你是西宝的本地人吗 对 真的哦 这是第二代 第二代啦 对 所以父亲也是农民吗 对 爸爸是外省人姓鸡人 那妈妈呢 泰鲁革主 哦泰鲁革主啊 第一道是高丽菜肝 好 上菜 芥菜有机了 这个 对 等一下煮挂菜肝 给你们吃 要煮什么 芥菜鸡 哎呦 自己种的吗 对对对对 我说 这边的菜为什么会特别好吃啊 人 这个鸡汤菜的耶 花小火 很多外省大爹都很会做菜 对 我爹 我爸爸他们做的就是那个外省口味 哦 我不太顾问爸爸的口味 厨房里站了两个女人 还挤进卖歌 聊上几句 就成了好像认识了一辈子的老朋友 原来他们都听过长辈颠沛流离的故事 住过南腔北调的村子 经历过外出打拼的生活 也都念念不忘又是粗放可口 不含农药的蔬果 不同的是 秀姓姐的妈妈是助产士 早年西宝农场新生儿 有些是由她老人家接生到世上 此外妈妈还是美女一枚 当年常在泰鲁阁阁口 穿原住民的服饰和游客合影 也许你家的相本里还有她巧笑倩兮的身影了 而秀姓姐几道快炒一锅芥菜鸡 特别适合冬夜山村的气氛 这样的晚餐让离家在外的我们被决温暖 冬天的阳光还没照进山谷环抱的台地 天冷 太阳晚起 我们离不开温暖的被窝 但村人起身劳动的声音 就算拿棉被照头都挡不住 我们感觉得到 西宝人很压抑地放低音量 看来村子里住了外地来的赖床游客 已经传遍整个聚落了 为了MIT台湾制的名声 不到七点 我们还是收起了憨声 打起了精神 却看看这个中横公路旁边 宁静安详的小聚落 仁师长早 早 大家早 今天一早起来这个空气真的很好 这边海盘大概多高 大概一千公尺左右 一千公尺左右 对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西宝农场的环境 真的是很棒 群山环绕被山包围起来 是一个很独立的环境 所以它以前就叫做西宝 是日本时代 环宝的宝 一英国以来又叫做西宝 有一些原住民住在这里 他们就是所谓的 他们当时泰雅族从仁爱乡那边迁移过来的 然后一直他们有的就沿袭到竹村梅园 一直到和平 后来就是一开往河湖公路以后西宝农场成立了 政府把这些原住民都迁徙下去 然后这是成立了西宝农场的这个区块 西宝农场算是蒋经国先生所创立的嘛 不过在我们一般人印象中 可是观光的旅游的关系 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像武林农场或福寿山农场 对西宝农场是稍微陌生一点 那西宝农场它范围有多大 当初是什么建立的 它是这样子 其实你包括西宝农场 包括福寿山农场 包括武林农场 这个都是当时在开闭恒旺公路以后 然后就是为了安置这些农民 所以设立了这些农场恒旺公路沿线 其实西宝农场本身的范围很广 很广 当时这里是在西宝农场的时候 它又是西宝里面一个叫松庄 整个公路沿线这个就是说 从大于林以下 几乎整个区块的沿线 都是属于西宝农场的范围 这么大啊 对 范围虽然很大对不对 但是都是从事一般的蔬菜种植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这里的居民生活比较苦 武林农场跟梨山福寿山农场 他们有苹果梨子嘛 所以在早期那段时间 苹果梨子还没有开放进口的时候 那地方很有名啊 那西宝是到后期到了70年代 开始种植青椒跟番茄 在台北市场就非常有名了 刚才前面看这范围不是很大 像我们走上来看 哇 这整个面积其实相当大 而且很平坦 对 就是所以说 因为它有这个 这里很平坦对不对 敷衍也那么广大对不对 所以当时在民国是7年的时候 就是当时他们开宏关公的时候 就发现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就进驻了一个牌的兵力 在这边就参加了一个牌的兵力 我们在这边就发现了一个牌的兵力 在那边就发现了一个牌的兵力